刘安吉 有些人说在爱情面前 在很多事情的面前 时间会冲淡一些东西 但是它就是有那么一些珍贵的东西 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的沉淀而历久弥新 其实我们今天来到现场的这位男嘉宾 就是这样一个人 无论是从感情上 还是从个人的个性上 都是如此 来让我们通过照片来了解一下它 请看大闭幕 这么多人 一排在男嘉宾 集体罩吗 我猜啊 穿白衣穿那个 第一排第三个 猜一下呗 这个应该是中医大师们 必须中间那C位那个 C位啊 主角光环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因为他最帅 我的审美 集体罩 拿个集体罩 你们猜吧 反正最亮眼的一定是我了 哎呀这么一位自信的男嘉宾 而且啊还用历久弥新这词来形容它 它有多么特别呢 有请咱今天的老中医闪亮登场 大半生词汇 今天永远来寻暗 桑木珍来了 这上面写的是什么嘛 这个华佗在世 医德高尚 疑难杂症 妙手回春 这是送给您的赠给张荣申代表 瞅着挺惊人的 对男嘉宾还行 我今天为咱爱的选择献此一首 献此一首 秋风吹来震震凉 独有菊花分外乡 男单女姑母想伴侣 爱的选择会帮你 哎呀 挺好 确实挺好 这叔叔啊 你这不仅是华佗在世啊 你这是一个诗人呢 而且我跟你们说 你们都不知道 我们叔叔有一个 未来有一个巨大的任务 巨大任务 他想把 他想写一本医书 把自己的临床经验 写成一本著作 我后人参考 我天你太伟大了 叔叔啊 没把老伴以后 我发现了啊 有很多很多 需要让我们知道的事 一句两句说明白啊 看一段我们男嘉宾的生活短片 1995号 张荣申 沈阳人 74岁 丧偶 无住房 有双宝 子女已独立 指尖轻兔 辫子脉向深浅 药房成上 力显医者银心 大家好 我叫张荣申 我今年74岁了 我是立明老中医 掐子算来 我心意超过半个世纪 谁不管空城扁确再试 但也对药道病途略有见地 中医西医 我都那行 我愿意把必称的经历 全心全意 为庄大患者服 我写过几篇医学论文 也在多地医院工作过 我觉得越是见多治网 便越要虚怀若骨 我愿意为广大患者排忧解难 治疗我身体健康 我愿意为中医发光 发业 我们中医讲叫口传心寿 心火相传 在我的悉心教导下 我的三名徒弟 已经可以独当一面 我也可以稍稍放下一心担子 为我自己摸幸福了 偶有仙暇时 我会副师一首 清晨起床 我常弹奏最心爱的钢琴 选择了我 就是选择艳年益寿